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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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你们好吗 再次回到自己教会感觉很亲切 也看到一些很熟悉的面孔 还有一些不太熟悉的 都欢迎 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在一起聚集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差不多用两年的时间 只要是我讲到 我们都会讲格林多前书 讲格林多前书的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我很喜欢讲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卷书是格林多后书 讲后书之前一定要讲前书 所以我们没有开玩笑了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吗 你们都不记得了 我们是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 我们连续三年的主题 题是什么 成全圣徒 各进旗子是第二年 今年第三年是什么 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的话你会发现 原来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困难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要面对 教会当中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 需要去处理 那么好 那我们就要面对这些问题啊 那圣经里面哪里说到教会的问题最多啊 格林多前书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一件事情 2000年前跟2000年后差别不大 2000年前人面对的问题 2000年后人同样是面对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查考格林多前书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 原来我们的家 虽然教会是我们的家 原来我们的家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的 就像我们每一个家庭 每一对夫妇 我们发现 无论我们的家是怎么样方式开始的 我们都会面对很多困难 那 我们 发现这段时间有很多的需要 有很多的新的看见 比如说我们发现原来在巴基斯坦 有一些发生的事情 有宣教士 有中国渠道的宣教士在那边 原来是韩国招募到那边的中国的宣教士 而且还莫名其妙就被杀害了 那很多时候我一回到教会 我发现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 很热心于宣教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开始看宣教的时候 你们发现原来根本性的东西是教会 因为教会健康 人就会健康 信徒就会健康 传道人就会健康 然后拆出去的宣教士就会健康 然后这个宣教工作才会健康 所以当我在伦敦的时候 我就 我刚刚离开伦敦 我就发现原来就有大火 对不对 我就发现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遇得到 当你看到那个大火烧的时候 你知道我进出伦敦五次 从牛津到伦敦 每一次都会经过这种大楼 Hentington 巴士一定经过那里 我没有看到那个大楼了 为什么我发现呢 因为对面那个商场 找火大楼那个商场我认识 因为巴士每次都经过这个商场面前 原来这个大楼就在这个后面 那当那个楼烧的时候 你就很紧张 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在里面 你会紧张 原来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 那你会紧张 你应该去跟他们传福音 但你怎么传呢 还是要回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 原来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宣教 不可能有健康的传福音的工作 而如果教会不健康 我们怎么样能够造就健康的生命 所以这些问题又回到教会是什么 又回到有没有一个健康的教会 又回到有没有一个强健的教会 否则的话传福音宣教都是纸上谈兵 否则的话你怎么样热情去到那边 你语言都没有训练过 你怎么跟人家传福音 你怎么样去宣教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我原来中国教会这三十年四十年 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三十年四十年 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在纸上谈兵 我们还是在空喊口号 回一看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教会这么软弱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教会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说 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一章一节 在这里保罗写到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召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 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二节 那么在这里面 你看到一个很典型的 希腊文的一个书信的格式 不是 跟中文完全不一样 中文一开始说 谁谁谁 对不对 Peter Dear Peter 请你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说Jonathan 我署名 但是希腊文不是 希腊文一开始就说 写信的人是谁 这里面我让我们看到 这个写信的人是什么 保罗 他说做神 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谁 给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 所以在这里面 第一节你会看到 就有写信的人是谁 保罗 写信的对象是谁 哥林多的神的教会 那哥林多 哥林多这个地方 我们在一年半前有去过 我们有新约之旅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去的 对不对 我们发现原来哥林多城的旧址 现在还在 而哥林多这个地方 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城市 在罗马帝国当中 它的重要性是第三位 没有办法令你想象 因为第一重要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 罗马 罗马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 唯一一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 在两千年前 第二重要的城市是哪里 亚历山大 谁跟我说到 对 亚历山大 就是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那很可惜 在六七世纪的时候被毁掉 那 当时的人口也超过五十多万 那么第三大城市就是这个哥林多 那哥林多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看法来看的话 就相当于中国什么城市啊 一线城市啊 是不是啊 是一线城市啊 虽然不是北京 罗马像是北京嘛 对不对 也不是上海 对不对 至少是深圳这一集 广州深圳这一集 对不对 其实它跟东莞很像 你不要笑 真的啊 我告诉你 我不是说两千年前的事情 跟两千年后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 哥林多这个词 在希腊文当中有个很特别的意思啊 是一种伤风败俗的意思啊 所以 在希腊文当中有一句名言啊 就是说 哥林多不是随便去的啊 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听过北京 天上人间不是随便去的啊 你懂我意思吗 哥林多那个地方 它不单单是一个商业很发达的地区 像深圳 像上海 因为什么 它这个地域 它所在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什么 在波罗奔尼萨半岛的口上连接着整个的欧洲大陆 而在那个地方 它两面都有港口 所以 通过亚利桑大 通过耶路撒冷 通过地中海的转口贸易 都是通过 哥林多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有钱 所以那里的人很富裕 而且那里 因为它靠近希腊的 著名的首都 原来的首都 就是那个雅典 所以雅典的哲学的风气 也影响了哥林多 所以在哥林多的街头 你常常会看到一些神叨叨的哲学家们 虽然讲很多很多的天方焰谈的道理 所以当保罗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 你知道他被看成是什么 也是一个哲学家一样的人 所以他在当地引起一些注意的 所以当保罗在那里出现的时候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开始以为 他是在讲另外一种特别的哲学的思想 一种智慧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当中 Sophia 智慧这个词 就常常会出现 是什么 是人的智慧呢 还是神的智慧呢 所以保罗就开始 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说 我原来到你们在那里的时候 不是用智慧的言语 去传讲神的奥秘亚 他说我不是以为你们所认为的 那种人的智慧 来传讲上帝的道理 不是的 犹太人是求神机 西里尼人 希腊人是求智慧 不是的 你们搞错了 你们不要再跟随 希腊的那种智慧的思想 我来到你们中间 就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什么 钉十字架 所以保罗是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 来到哥林多的 哥林多的历史很长 哥林多在新石器时代 已经有人居住 哥林多在那个时代 已经有宫殿存在 并且哥林多的宗教文化很丰富 直到今天还有十几个庙宇的遗址 所以当时在保罗去到哥林多的时候 他最少要面对希腊各种各样的流派的思想 宗教 特别是商风败处 因为什么 爱神庙在那边 据说在顶峰的时候 是不是保罗时代 可能在保罗时代之前的时候 那里的宗教性的叫庙祭 超过一千多人 在那个爱神庙里面养着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天上人精 不是随便可以去的 哥林多也不是随便可以去的 而保罗去到那里的时候 却被上帝开了很大的门 你知道这个背景 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的话 我希望你们在预习的时候 可以另外看两卷书 一个当然是哥林多后书 一个是使徒新传第15章以后 到第18章 甚至到20章 这几章都要看 因为这个构成了整个哥林多的背景 哥林多还有一个什么 它的文化很发达 如果今天 如果我们中间 我刚刚看到门口 Ivan在守着站岗 他是建筑师 他一定知道 在古希腊有三种最著名的石柱 后来到罗马时代发展到五种 但是在希腊时代有三种 第一种 Dolic Dolic是什么 是非常简单的一种一种一种装束 一种一种石头 就是直的 Dolic 它是从斯巴达来的 大家知道斯巴达 希腊的城邦国 斯巴达是个很简朴的地方 所以它出来的石雕也很什么 也很简单 第二种 哥林多柱 是最复杂的 就是在这个图片上的最后一种 哥林多柱是非常漂亮豪华的 你看到没有 是最最漂亮的一种 单单这个石柱 你就会看到哥林多的文化 哥林多他们的奢侈的生活 哥林多这种 他们对于建筑 对于宗教 对于哲学 对于智慧的追求 都在这边 这个石柱上就能够体现到 中间那个 埃奥尼 这是希腊的 雅典的 产出的这种建筑的风格 它是什么 综合了 Dolic 跟哥林多的混合体 所以 你就看到当保罗 去到这么一个城市的时候 当保罗面对 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时候 他发现挑战很大 因为什么 因为 原来我们说 2000年没有被变化 你不要以为 世俗化今天才有 原来 世俗化 教会面对世俗化的攻击 2000年前就有 原来公元一世纪 55年的时候 当保罗在写 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哥林多教会 已经什么 面对很多世俗化的挑战 保罗在开始他的旅行 他的宣教步道的旅行时候 他 你如果看 《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时候 他是在第二次的旅行步道的时候 他到了哥林多 当时哥林多差不多已经有40万人口 甚至有一个说法是有超过60万 因为其中25万是什么 是奴隶 一个40万人口 再加上25万的奴隶有多少 65万人口的城市 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保罗到达那里的时候 他实际上如果你回到《使徒行传》 你会发现原来是一个背景的 因为保罗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个地图 他是主要的工作的范围 是在什么 是在亚洲 在特别是他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亚之后 安提亚就成为 就在这边 耶路撒冷到上面就是安提亚 安提亚成为他的一个第一个宣教的中心 他从安提亚出发 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他还是从安提亚出发 因为第一次旅行步道 他主要建立的教会是在今天的土耳其 也就是亚洲 然后第二次他从安提亚出发的时候 他一路到了特皮 所以又到了路斯德的时候 他带了一个人 就是后来被称为他的真儿子的提摩泰 在路斯德的时候 他带了提摩泰 然后他继续往西 到了特罗亚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上帝没有继续开路 就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第16章 就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意象 就是什么 得到了一个特别的意象 就是马其顿的意象 就是说在马其顿就是欧洲了 有一个声音说你要来 有一个人说你要来 所以上帝这个时候 就急着圣灵感动他去到 他就渡过爱情海 从特罗亚渡过爱情海 直接到了一个地方 叫尼尼亚波利 尼亚波利 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 我不知道跟我去那个 新约之旅的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 我们那次也是坐船 从以弗所直接渡过 从土耳其的以弗所 穿过爱情海到什么 尼亚波利 尼亚波利这个地方就是 保罗把福音带入欧洲的第一站 在那里的时候 保罗开始了在欧洲的船福音工作 尼亚波利亚尼亚就是新的意思 波利亚是城的意思 新城 什么意思啊 原来他是菲利比的新城 菲利比的老城 离他差不多16公里 然后保罗就从尼亚波利 到了菲利比再传福音 在菲利比带了律底亚信主 对不对 一个做布生意的 我们还去了那里受洗的地方 然后在那边 保罗受到犹太人的抵挡 最后他跟希拉一起坐牢 但是后来牢房倒塌 他出来了 他继续传福音 继续往西 到了哪里 铁撒罗尼加 后来在铁撒罗尼加建立教会 就写下铁撒罗尼加前书跟后书 铁撒罗尼加前书后书 非常可能就是在哥林多写的 但是在铁撒罗尼加 他还是碰到很多的阻拦 他还是碰到很多的困难 因为什么 保罗到哪里传福音 总有一种人跟他为敌 谁啊 犹太人 不是希腊人 不是罗马人 不是无政府的 不是那个无神论的政府 是什么 是跟他关系最亲的一部分的人 来阻挡他 所以他继续传 他离开了铁撒罗尼加 之后 他就在《使徒新传》第17章 让我们看到 他到了哪里 到了雅典 到了雅典之后 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面对的是 当时整个罗马帝国 最最精英的一批人 谁啊 有斯多亚 跟伊比古鲁的哲学家 他在 亚利巴古这个山上 我们也在那个地方站过 对不对 我们还在那里 拍了圣经三分钟 我们在那边 就经历 好像保罗一样的 面对这些世界上的 最最有智慧 有权能 有本事 有口才 有学问的人 跟他们去传福音 但是不是很成功 保罗在那里的工作 也不是很成功 当保罗离开 不知道是从水路 还是陆路 非常有可能是 从水路 坐船 到了 格林多的时候 上帝在那里 替他开门 这就是 我们说到整个 格林多 书信的一个大的背景 保罗到了格林多 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圣经里面记载 后来 他遇到了一个 一对夫妇 亚居拉 百居拉 夫妇 而这对夫妇 后来就成为 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 一到四节里面 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后来这些人成为保罗 最重要的同工 而且保罗什么 在圣经这里说 是来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来是制造帐篷为业的 保罗应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话犹太人跟信仪的人 你看到这里说保罗什么 他在那里跟 在格林多 跟亚居拉百居拉一起干什么 支帐篷 为什么支帐篷你知道吗 你知道整个 保罗书信跟那个《使徒行传》 让我们看到只有一个地方 他支帐篷 就是格林多 因为格林多那个地方 他有一个运动会 他每年都有很大型的运动会 而这个运动会的时候 这个罗马帝国各地的人都要去 去的时候他们住哪里 Tent 所以保罗就支帐篷 住在帐篷里面 所以保罗的帐篷生意不错的 但是别的地方 让我们没有看到保罗去支帐篷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背景 所以保罗当时最重要的一对夫妇 同工就是亚居拉百居拉 后来这对人一直跟他的服侍有关系 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十二到十七节 让我们也看到保罗碰到另外一个很重的人 这个人在河本圣经把它翻成叫方伯 加利尔 其实加利尔是谁啊 就是当时盖那个省的省长 我们为什么知道保罗是在公元55年 写了哥林多前书 我们又为什么知道保罗是在公元51年到52年之间 到了哥林多 我们又为什么知道他在那里在工作大致的情况 是跟这个人很有关系 因为什么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 你会发现很多的日期我们没办法确定的 但是这个日期可以确定 因为什么 因为加利尔这个省长 他是一个知名人士 而且现在的出土文物证明这个人 在公元51年到52年就在哥林多当省长 而也就是在这里 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记载保罗碰到这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人把他抓起来 交给罗马的省长 要处理他 就像耶稣那个时候一样 对不对 那犹太人把耶稣抓了 交给罗马人要审判 当时保罗的情况是一样 罗马人一般不要管你们闲事啊 他搞不清你们是正统 BISF是正统的 这个Jahua Witness是异端 他搞不清楚啊 所以那个省长就说 你不要跟我烦啊 你们不要 你们走嘛 他也没做什么措施啊 对不对 他也没有什么烦啊 他就把他们演出去了 第三个 很重要的人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在哥林多教会 这跟保罗有关的 叫亚伯罗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这么记载 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伯罗 来到以弗所 他生在亚利桑大 我不是说亚利桑大很重要吗 亚利桑大对不对 然后呢是有学问的 圣经说他有学问 这个人是什么 圣经如果说这个人长得 长得 handsome 那就是什么 真的 handsome 对不对 圣经有谁讲过谁 俊美啊 大卫是俊伟 还有啊 还有一个就是约瑟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靓仔 你差远了 圣经说的 然后圣经 你不要以为你有学问 你差远了 为什么 圣经里面 连圣经都说亚伯罗什么 有学问啊 所以这个人是很了不得的 如果有机会 我们要常常 专门讲讲一讲 这个人对福音的贡献 然后呢他说 他最能讲解圣经 哇天哪 我们看到这个都怕 他最能讲解圣经了 连圣经都说他最能讲解圣经啊 没有搞错啊 对不对 然后呢他还热心受教训 并且传福音 而且他有份继续保罗 在哥林多教会的工作 但是这个人后来在教会 也带来很多问题 其实不是他的问题 也不是保罗的问题 是跟随他的人的问题 好 那么好 那么 从这里面这个背景 我接下来要讲的三个信息 第一个是什么 就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因为在圣经 刚刚这段圣经当中 我们谈到的整个大背景当中 我们就清楚的看到 保罗是在第二次旅行步道 进入到亚欧洲之后 经过雅典到了哥林多 在那边 使徒行段18章说 他住了18个月 不多啊 但是不少了 因为保罗很少在一个地方 住18个月的 18个月是多少 一年半 保罗建立了这个教会 并且牧养了这个教会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他就是这个教会的 founding pastor 他是建立这个教会的牧师 并且他什么 他牧养了这个教会 但是 你知道 在这里面 保罗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 保罗自己说 他说我到哥林多的时候 是又软弱 又惧怕 又生战精 大家记不记得 哇 保罗这么勇敢的人啊 我告诉你 保罗这个人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 但他到哥林多的时候 他说 我是又软弱 又惧怕 又生战精啊 你们到北京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哇 你们比保罗很厉害 我到北京 我是又软弱 又惧怕 如律薄冰啊 真的 但是保罗当时 他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 他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不太容易啊 这个教会并不是很有钱的教会 虽然哥林多是个很有钱的 很有钱的一个城市 这个教会 也不是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一个教会 因为什么 保罗说 我出道哥林多的时候 建立你们的时候啊 你们蒙召的时候 按肉体来说 是什么 是尊贵的不多 是那个 智慧的也不多啊 有尊贵 有智慧的也不多啊 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教会啊 但是这么一个教会 是保罗亲手建立的 而在这边让我们就看到 保罗他建立教会是很有策略性的 你知道他第一个宣教的工厂的重点在哪里啊 就在安提亚 安提亚是拆他出去的 这是他第一个宣教的工厂 第二个在哪里呢 就在这哥林多 第三个在哪里呢 在以弗所 而这三个城市都是当时在当地最重要的城市 所以保罗他出来传福音 建立教会 宣教是非常有策略的 他不是随便来的 我们常常说 如果我们要建立教会 我们一定要在哪里 北京 然后在哪里 在上海 然后在什么 如果在南方的话 在香港 为什么 因为北京是华北的什么 整个华北的中心 其实是整个中国 甚至亚洲的中心啊 对不对 然后上海是什么 上海是华东的中心啊 华东的中心啊 然后香港是什么 香港现在也是伟大祖国的一部分嘛 对不对 是整个华南的中心 所以你看保罗当时选的地方也是这么选 他是非常有策略性的选 他不是随便乱来的 到处窗啊 不是不是 他是很有选择性的 而且保罗他一开始 你看到 无论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 还是哥林多教会让我们看到的 保罗每一次出去 传福音 他都是三步走 先是什么 同文化的人 什么同文化 又是犹太人 又是在耶路撒冷 在那个当地长大的 然后就是近文化的 虽然是犹太人 但是什么 他们是在国外长大的 我们说马来西亚华侨 我们教会中文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侨 新加坡华侨 对不对 印尼华侨 这不是同文化了 是近文化了 虽然他的根还是华人 但是他的文化已经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昨天跟广东堂的长老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 这个长老他真是很体会我 他说你们比我们难多了 他说我们就是广东人 我们就是香港人 我们比较容易搞 我们是同一文化 他说你们是什么人都有 虽然都是讲Mandarin 但是你什么人都有 这是什么 近文化的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跨文化的 就是外邦人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外邦人 他跟希腊人传福音 他跟罗马人传福音 那是跨文化的 所以宣教的工作怎么走 先是同文化的 然后是近文化的 然后是跨文化的 今天中国教会 我看了一篇文章了 那很多中国教会不太喜欢看这一类的文章 他就提醒中国教会的宣教不要大跃进 不要大跃进 一下子要传回约路撒冷 一下子2030我们要拆两万个宣教士 不知道这些数字到底哪里来的 但是我们很喜欢听这些数字 对不对 大国心态 大国崛起 所以教会也要崛起 对不对 我们引领教会的下一棒等等 这些数字都是很惊人的 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些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根基在哪里 教会在哪里 保罗建立了这个教会 知道我们今后发展的时候 城市的确是越来越重要 因为在今后30年当中 90%的人会住在城市里面 而关键性城市也是特别重要 所以对我们来说 如何再找到合适的地方 中心城市成为我们的基础 向周边地区辐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 第二个就是 保罗是要找到好的同工 保罗有什么 不是每个人可以跟他同工的 保罗个性很强的你知道吗 保罗很难相处的 保罗有时候圣经里面也说他 说他言语粗鲁 而且其貌不扬 你如果言语粗鲁 你长得帅一点 像大卫一样你就算了 对不对 人家就算你 你是靓仔 就算了 所以有些油画家 画保罗画了他秃头 然后长得很难看 言语粗鲁 而且其貌不扬 圣经这么记载他 但是他有何时的同工 亚居拉百居拉是提摩泰提多 都是他非常好的同工 所以我们要有好的策略 我们有好的同工 我们就能够治疼 第二点 保罗跟这个教会的关系 到底怎么样 保罗是这个教会的父亲 他为什么说是这个教会的父亲 因为他是这个教会的牧师 他不单单建立这个教会 他还牧养了这个教会 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说 你们学了基督 师父虽有一万 为父的却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 用福音什么 生了你们 用福音 所以保罗是这个教会的父亲 但是很自然的 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有保罗派 就有一群人很喜欢这个牧师 还有一群人什么 不太喜欢这个牧师 特别是像保罗这种很有个性的牧师 更加不是容易相处的 对不对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很喜欢你 有些弟兄姐妹就不喜欢你啊 这是我们每一个牧师 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保罗也是一样啊 所以当时教会分成四大派 哇天哪吓死人哪 哥林多教会啊 两千年前的教会啊 是耶稣的最最重用的使徒 建立的一个教会 居然拉帮结派啊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 皮特 有人 基法就是皮特嘛 亚兰文基法嘛 对不对 皮特是希 希腊文的意思 对不对 塞蒙是希布莱文 所以彼得有三个名字 希布莱文叫塞蒙 希腊文叫毕特 然后亚兰文叫什么 基法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用基法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一帮人叫 我是跟亚波罗的 有亚波罗派 还有一帮比较属灵 他说什么 我谁都不跟 我只听耶稣基督的 有没有啊 我们教会都很多这样的人 对不对 所以保罗当时面对教会里面 有一些人很不喜欢他 还有什么 这个教会有假师父渗透啊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四节的时候 保罗说假如有人来 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 不是我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有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看到没有 当时在耶路撒冷 有一些假师父来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教会 保罗有那么多反对者 第三个 会证不成熟嘛 会证 保罗说 我只能给你们吃奶 不能够给什么 给你们干粮啊 保罗还说什么 他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 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啊 今天不要说一个教会 小组都不容易啊 不要说这个小组 小组跟小组之间还不容易啊 小组长跟小组长之间不容易 区长跟小组长不容易啊 对不对 所以保罗时代也是这样啊 会证之间彼此不顺服 会证对牧者也不顺服 所以这是第四个原因 会证说不顺服 保罗说什么 有些人自高自大 不要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你看保罗说话很厉害啊 有些人自高自大 哇自高自大的人很多啊 真的是这样 哥林多教会啊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啊 保罗自己的原因 保罗什么 保罗脾气比较大 保罗他是什么 他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一节 你看哦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 是愿意我带着形状到你们的形状 就是棍子啊 保罗说我带着棍子啊 没给过来 来给我打 打这个啊 什么意思嘛 形状嘛 对不对 哇我想我敢说这句话吗 把你踹出去啊 对不对 你打人 保罗居然这样说话 你没有搞错嘛 所以有人就会 最后一个原因我说 就是有人开始挑战保罗的品行啊 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说什么 因为有人说 他的性又沉重又厉害 乃至见面却什么 其貌不扬 我们说保罗长得很难看的啊 人家说 你的性又沉重又厉害 即使见面 原来你是大明星一个 那也算了对不对 却这么难看的你还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言语什么 粗俗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呢 高德菲 他在讲哥林多前书的就是说 保罗当时在教会面对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教会 question 挑战他的属灵的权柄 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 好像说他长得难看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什么 是挑战他属灵的一个权柄的已经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最头痛的事情 就是 对他的信息 对保罗传的福音挑战了 这个 保罗就觉得出了他底线了 就没办法 必须要回应了 保罗在哥林多他 其实是 大概有最少三次 因为圣经的记载不是很清楚 我们分析下来 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是建立那个教会 大概十八个月 对不对 最后一次去也很清楚 非常有可能就是使徒行传 二十章所记载的 他最后在以弗所说 要去那里 要待什么 待三个月 在希腊 使徒行传没有说哥林多 但是这个希腊很多学者 认为就是指哥林多 但是中间去了几次 没有人知道 很清楚 因为什么 在哥林多后说说 我打算 保罗说我打算第三次去 也就是说打算第三次去 不一定去 对不对 然后还有 如果他说打算去 可能没有去成 所以第二次 他到底去不去不知道 但是非常有可能 大概是这样 保罗跟哥林多教会 出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 保罗中间曾经有过一次很短暂的访问 哥林多教会 而这次胆短暂的访问令保罗很受伤害 因为保罗非常受伤害 所以他回来之后就写了一封信 其实这就跟哥林多后说又有关系了 保罗总共写了几封信给哥林多教会 两封 三封 四封 五封 哪个正确 我告诉你 主流意见 主流意见最少四封 哥林多前书之前 保罗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这个教会 当时是问答一些他们生活的问题 保罗当时离开哥林多之后写过这封信 这封信不知道了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 保罗说 我曾经写信给你们 这封信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没有留下来 然后呢 保罗后来派提摩泰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发现这个教会的问题就很严重 提摩泰撼都不了 提摩泰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提摩泰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保罗 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给他们 写了哥林多前书 但是后来不是 我不说他们问题更严重的时候 保罗不是去了一趟吗 去了之后保罗自己很受伤害 因为那些人不输 教会那些反对保罗的人不喜欢他 不服管教 保罗离开之后写了一封流泪的信 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第七章都有提到这封信 这封信在哪里啊 我们也不知道 也可能流失的 但是有可能 有些学者认为 这个第三封信流泪的信 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到第十三章 但是不敢确信 那我个人的意见是 有一封信但是疑似了 但是anyway 就这四封信让我们看到 哥林多教会当时面对的问题是非常的大 而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你说为什么教会会有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牧师 教会 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我们都是主内的支帖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那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会明白 你知道 今天我们要因为子卫问我 牧师要不要再办以色列的旅行啊 我心里在想你要吓死我啊 你知道我们办的以色列的旅行多辛苦啊 你知道 凑成一个团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知道如果有四十个人去的话 你知道这四十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 真的 那其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她可能不太愿意表达的OK了 但是不表达不等于她没有想法 你懂我意思吗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连订机票 订哪个航空公司的意见都不一样 然后有一个弟兄姐妹 有一个弟兄就来说 我认识谁谁谁 他可以给一个什么样的折扣的团体票 然后当我们真的去订这个团体票的时候 我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然后你你到底拒绝他还不拒绝呢 你拒绝的话 你你可能会伤到这个弟兄 你不拒绝他 你这个又行程不适合你 然后另外一个姊妹说 我认识另外一个某某网的CEO 他可以给我们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但你真的去的时候 你发现情况又不是这样的 但是接手来的这个姊妹和弟兄 他不会这么认为 或者其实如果他理性一点 他或者是经验丰富一点 他可能会这么认为 其实这就是教会的一个缩影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当我们要举办一个行程的时候 所以今天那个我们的姊妹问我 哎呀我实在是弄得我很伤心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主办一个旅行的时候 然后最最难的就是在中间那个策划的 实际负责的这个组织的这个人 他是一个行政的人 他是义务的你知道吗 通常这种情况下 我们自己教会组织的话 他都是义务 他还特别担心 他说如果我推掉这个旅行社 我去盯那个旅行社 人家还以为我拿了他们好处 懂我意思吗 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的意见 每一个人只要心里面有这么一点点的意见 在这个中间 你就会发现这个真实就没办法了 而最终能够成行只有一个原因 我告诉你 就是上帝的恩典 这就是教会了 所以今天我非常感谢金华姊妹 来带着这个祷告 我就讲到我心里面去 我们在教会 我们作为一个家庭 我们作为一群人 你们这些神学生将来出来做牧师来 真的是小心了 你现在就预备好 你看到教会那么可怕 你还可以选择呢你现在 你反正有神学那个法律法学博士 你也可以去做律师对不对 你要做牧师的话你真的想清楚 你真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 有多少牧师是每天晚上带着教会的无尽的烦恼 进入梦乡的你知道吗 你们还笑 你们有没有爱心啊 真的 我告诉你啊 真的 如果这些 所以保罗都面对的问题 我们就不去面对啊 但是你知道 我也不是说 弟兄姐妹看的都是错的 不是啊 因为弟兄姐妹站在他的立场跟角度 看这个问题有他的道理啊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问题是你有你的理 他有他的理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平衡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是为什么而来的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是看人的话 你就 你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了 所以 这就是 虽然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家 但是我们有很多问题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 属灵的生命成长的经历不一样啊 我们的程度不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就很难了 保罗跟亚伯罗 你知道 保罗跟亚伯罗 其实我 我这两天 我本来以为啊 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在两个礼拜前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 我认为 开始认为 亚伯罗跟保罗是对立的 其实后来我 我到这个两天 我再重新读的时候 我发现不是 如果你仔细看 格里多前书跟后书 使徒心传 你会发现 保罗没有认为亚伯罗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啊 问题出在跟随的人 因为保罗在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啊 他每天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啊 你懂我意思吗 人是什么啦 我告诉你 问题最多的就是你的太太 问题最多就是你的先生 为什么 我问你们每天在一起 还有你爸爸对不对 你支持你爸爸对了 因为你每天看到他嘛 对不对 你爸爸在我面前表现得很好啊 对不对 但是跟你在一起 你就看到他的问题了嘛 教会一模一模一样的事情 亚伯罗是个访客 保罗是个祝堂 困难就开始这样产生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在一起 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 我们实在要很多的包容 今天的祷告就是说 就像上帝怎么样来接纳我们 包容我们 我们彼此之间需要包容一样的 就像夫妻之间 真的如果没有包容的话 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是不是 即使曾经做错事情 需要包容 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处理 因为你如果里面的伤口不去处理的话 你包容不来的 你的包容就是表面的接受 你好你好 吃饭吃饭 没用的 但是如果你里面去敢于面对这些问题去处理的话 它就可能比较容易 时间的问题 因为我的荧幕坏掉 所以我不知道我讲了多少时间 我没办法 我就拖了 也不要怪我 因为这个荧幕坏掉 不是我的问题 你看我就这个样子 对不起 请你们赦免我 第三个 保罗与教会的同工关系 保罗的这些 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保罗跟彼得的关系有点问题 保罗在这个里面有三个层面的同工的关系 第一个是什么 他跟其他使徒有很大问题 为什么 我老实说一句 彼得的 彼得所代表的耶路撒冷派 跟保罗是有点不一样 在加拉太书 我讲加拉太书 我已经讲过了 大家都知道 犹太派基督徒 跟保罗希望把这个福音传给普世的人 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当他们的神学立场不一样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是没得调解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传道人 跟有些传道人没办法在一起 我老是跟你说 我也是这样 所以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随便去别的教会讲道 真的 我在英国这么久的时间 我只去了一个地方 我实在没办法 因为是我们英文堂的主席 他的母会 他实在是希望我去 他就是一定要推我去 我就跟他说 我何必给人家找麻烦呢 我不知道他们教会的教导的方式 我也不知道他们教会牧养的方式 我跑到礼拜天去讲 我到底讲的跟他们的神学上 如果不一样 我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吗 我不要说人家错好不好 因为什么 你知道每一个教会 在它发展的历史阶段 每一个历史阶段 它的处境是不一样的 而带领这个教会的牧师 他自己最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况 我说我跑去人家那里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的会众 不知道他们的需要 我去讲什么 所以我也很讨厌 有些过路北京的牧师 一定要跑到我们教会来讲道 你知道John Davis在的时候 他老是要推人来 我老是要挡啊 后来实在挡不住也没办法 对不对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讲台上 讲的东西到时候 你要差多少个月啊 所以呢我告诉你 传道人跟传道人出问题 会不会 非常有可能 第一大的问题就是神学立场 如果你发现他教的整套东西 跟你自己带领这个教会的方式 是根本性有一个冲突的话 你怎么办吧 我问你怎么办吧 你怎么包容吧 你个性不同还可以包容啊 你神学上的东西不需要 当时耶路撒冷派就说 每一个人 他们信耶稣还要受割离 保罗说不需要 你怎么妥协嘛 没有办法 所以保罗跟彼得他们有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保罗跟其他传道人的关系 保罗跟亚波罗 保罗是尽量维护亚波罗 一方面亚波罗是他的晚辈 另外一方面 亚波罗非常有恩赐 甚至保罗说什么 我栽种亚波罗灌溉啊 哇 这个给他的分很高啊 保罗就说 我去传福音 带人信主开布道会 来到前面 剩下的亚波罗来什么 培养这些人啊 所以亚波罗在保罗那里 得的分非常高 而且接下来你会看到 保罗在最后晚年的时候 还特别叮嘱提多 跟提多说什么 你要赶紧给亚波罗送行啊 所以他跟亚波罗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跟随亚波罗的人 跟随保罗的人之间出问题 第三 保罗与他自己门徒的关系 当然非常好了 所以就变成为什么 为什么教会会比较希望 培养自己的人出来 我发现有的时候 我们从外面请牧师来也不容易啊 虽然我们很缺嘛 我们缺青少年牧师 我们也希望找一个 bilingual的 能够带中文又带英文的 一个青少年的牧师 但不容易 找嘛 第二个困难 找来也不一定真的合适 因为你们教会 我们自己教会的DNA 跟别的教会不一样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找来一个 跟你神学立场不同 又不能跟你同心 哇天哪 哇真的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呢 离开的时候又是伤痕累累 哎呀这些怎么办呢 求主赦免 求主给我们力量 求主也包容啊 对不对 我们也需要一个带领 敬拜的牧师 现在我看到我们敬拜团 带得很好 我就非常感谢 对不对 不容易啊 所以 所以 弟兄姐妹啊 体量啊 包容啊 真是 求上帝给我们更多的爱 跟恩典啊 对不对 那么好 你就说 哎 那是因为John Nelson 你太不属灵啊 你属灵一点就可以了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会不会啊 你像余虹杰牧师 那么属灵就好了 我也希望他 他开了八刀啊 对不对 我还是不要开那么多刀 好了 那么我告诉你 属灵的牧师就有 就跟 两个都 顶级属灵的在一起 会不会 有问题啊 还会有问题啊 想不想听听 那我要讲这个故事 要摸风险 因为有些人警告我说 不许我讲 还是我过去的同工跟我说 你这样不好 你这样说见证不好 是有损传到人的戒证 你们想没有听 是你们想听的 对不对 好 全世界 所有福音派在一起 要选一个pop出来 你知道会选谁 有两个candidate 上个世纪 Billy Graham 跟John Stott 基本上我们都会认同 John Stott 是整个福音派世界 公认的 如果福音派全世界联合在一起 有一个pop 他是一个第一候选人 1966年 在英国发生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当时整个英国福音派在一起开一个大会 当时John Stott 40多岁 一颗星星啊 出来 非常有领袖魅力 非常有讲道恩赐 非常能够带领教会 甚至影响世界各地 只有40多岁 但那个时候有一个老传道人 比他长一辈的 中马田 Martin Lloyd-Jones 中马田是 在20世纪上半叶 在整个英语世界讲道 第一差不多 直到今天很多很多的年轻传道人 还在看他的讲章学习 他原来是做医生啊 后来他就放弃医生的职业 他做医生 而且是个名医生啊 他在伦敦开业 名医生 当时拿的薪水 是后来他做牧师的十倍 他不做了 他说我去传道了 后来做牧师 带领很大的教会 结果 在1966年的英国福音派大会的时候 出现一个问题了 想不想听 我时间已经到怎么办 我赶快讲啊 因为呢 最后一天的主题讲员是 是那个中马田 他就说所有福音派的人 要离开英国圣公会 我们应该自己建立我们自己的教会 这是他的审学立场 当时的Chairman John Stott John Stott跳进去 指着他不可以这样说 结果 我告诉你 因为John Stott认为 作为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 你要以 你是颜跟光 就应该占你自己的教会 不管它是圣公会 还是什么教会 你应该用基督的生命去影响 这是他的观点 两个人 是完全不同的神学立场 在这个事情上面 结果这个事情犯了 虽然John Stott的时候 也去道歉 但是这个伤痕已经在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的最大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呢 Park听过没有 认识神的作者 J.I.Pack 这个事情的最大的一个伤害 就最后 Park 必须离开英国去加拿大 很大的伤害 但是 最属灵的两个传道人 意见不同 所以求主 赦免我们 我讲这些 不是让我们 对这些老传道人有看法 只是让我们看到 我们不要跟随人 不是要你对J.I.Pack 有看法 对John Stott 他们都是我们的长辈的长辈 都是一代宗师 这三个人都是一代宗师 但是你知道人就是人 这是我跟很多传道人想法不一样 我们很多传道人都说 我们不要讲教会里面的问题 我们不要讲我们传道人的软弱 不要 我们最好就说 这些都是我们的英雄 Heroes 不 我说不是 他们就是人 就跟你我一样 以利亚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 包括他的软弱 所以当我们 学习哥林多前述的时候 看待今天教会里面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公正的立场 因为我们更容易看到是自己的问题了 愿上帝带领我们 谢谢大家 Κ 感谢观看